現在大賣場就買得到滑板 但你有可能買到錯誤的滑板 滑板是由七層蜂木所組成的 想知道台灣哪裡有賣滑板嗎? 那就跟著我一起來吧 滑板哪裡買 嘿各位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高雄第二間滑板店 是Compass13 它的地址位於高雄捷運站奧子里附近 D在這裡 大家想買滑板也可以來這裡 好我們廢話不多說我們趕快開箱吧 滑板哪裡買 D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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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俊哥 嘿家圓 這位是俊哥 Compass13的老闆 嗨大家好 俊哥你為什麼要開這間滑板店 最主要是在北高雄 其實在滑板店 這個資訊其實是很少 我自己是北高雄的小孩 那我想要開一個滑板店 然後讓滑板人可以聚集 然後讓北高雄的小朋友 也可以享受這些滑板的資訊 多一點人交流 多一點人玩版 就這樣 這間滑板店的特色是什麼 因為我很喜歡就是 國外的滑板文化 所以基本上我們店裡面還是會 就是盡量進口國外的滑板商品 然後讓新的加入滑板世界的小朋友 大家可以多多了解 就是現在國外的流行 關於一些比較專業的滑板的硬體啊 相關的知識啊 這邊地方就是一個交流的場所 那透過聊天 可以讓新生代 然後讓一些前輩可以認識 然後讓小朋友可以多認識滑板的文化 對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俊哥你有做什麼教學嗎 現在 基本上的話 我們現在都是在學校裡面去做 滑板社團的教學 收費教學這件事情呢 也慢慢的在我們台灣 慢慢越來越發展 那我們店當然也有提供收費的教學 現在很多網路拍賣啊 大家都去網路買滑板 你覺得在網路上買 還是實體的滑板店買會比較好 基本上啊 在網路上買滑板 第一個 你可能接觸到的零件 規格 甚至是用途 如果你是一個新手 你可能不知道他寫的 一大堆 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你來專業的滑板店 當然我們有專業的店員可以介紹給你 把你所有所有對滑板的疑問 我們都是很清楚的告訴你 那當然店裡面就是在固定的位置 如果你有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或是什麼樣的資源 或是需要零件的維修 或是安裝 這些東西店家都可以幫你處理 在實體店面上面 有更大的存在的價值 所以還是希望大家 想要買滑板的朋友 可以來專業的滑板店購買 稍微介紹一下最近像這一個 這個牌子叫做Apple Apple的話 是有很多知名的滑手 就是Shane O'Neill去做一個當家 然後去開的一個牌子 這個牌子在美國的滑板圈 蠻出名的齁 那它的版身跟它的版型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 已經接觸滑板的玩家來說的話 它的版頭、版尾 跟這個所謂的concave的翹度 基本上它是蠻中庸的 它沒有太極端的版型 所以還蠻容易上手的 也就是說一塊滑板的適應期 其實非常的短 就可以讓你很快就可以進入狀況 這個是Apple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輪駕區 我們現在請俊哥介紹一下 有幾種滑板輪駕品牌 在輪駕的部分 進口品牌 三大品牌 其實已經算是在美國市占率很高 像Independent的輪駕 還是Sunder跟Venture 這三支品牌其實是最常見的 進口的品牌輪駕 它的強度一定是 有品質保證的 那最大的差異性 還是在輪駕的高低位置 基本上沒有所謂好 跟不好的輪駕 純粹就是要依照你網滑板的習慣 去做你喜歡的設定 俊哥我現在看到檯面上有超多的硬體 你可以介紹幾個裴駕的品牌嗎 基本上我們所販售的品牌 還是以大家的評價比較不錯的裴駕 作為店裡面的主要販售商品 那以BONCE REX來說 這支BONCE的裴駕 基本上在台灣已經新知有年 大家都非常認識這個牌子 那它的品質當然就 大家都眾所皆知啦 那再來再特別介紹這一支 這是我們台灣自產自售的一個台灣品牌 叫TOKINO BEARING 那這個培駕 目前在我們台灣的各道滑板店 都賣得非常的好 我現在要來介紹一下輪子的部分 店裡面主要販售是技術花式滑板 那所以我們還是都會盡量以硬的輪子為主軸 輪子來說的話 基本上這世界上的滑板大牌 當然是BONCE的輪子 還有所謂的SPEED BYER的輪子 是大家比較知道的 在輪子的選擇上面呢 其實它有很多不一樣的輪型 那以進口輪子最大最大的好處是 第一個 它的壽命很長 然後它不太容易平點 所以基本上它的CP值很高 那當然也是希望說 大家真的想要認真學滑板的朋友 可以選擇進口的輪子 健哥你這個沙子真的是 有很多種圖案 沙子的部分其實五花八門 其實沙子只要它是一個不會掉沙 然後貼附在滑板上面的黏著力夠好 其實它就是一張好的沙子 以一般我們最常見的 比方說我們就介紹一張黑色的沙子 這張沙子叫做MARB 它的品牌是MARB 它是世界知名的滑板品牌的沙子 但是其實大家注意看 其實它是台灣製的 所以我們其實不要小看台灣的 就是零件生產的能力 在世界它算是第一名的 MARB 沙子算是非常非常非常知名的 好我們玩滑板一定不能缺少一雙滑板鞋 店裡面主要的滑板鞋品牌 我們是跟我們很知名的DC Shoes 來做合作 像這樣子高科技防衝狀的鞋子 它的保護性啊什麼都做得非常的完整 那針對可能你比較喜歡跳落差啊 或喜歡大組道具的玩家 這樣子保護性的鞋子可能會比較符合它的需求 大家想要交流滑板的一個據點 一個場所 然後我想要營造一些比較輕鬆的氛圍 讓大家進來這個滑板店 比較沒有這麼嚴肅的氣氛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感受滑板人的隨性 暢談滑板 OK我們謝謝駿哥今天讓我們來訪問它的滑板店 我們今天開箱就到這邊結束囉 然後不要忘記訂閱我 還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Facebook IG 蝦皮 走音 一堆 反正也不要忘記Follow Compass13的IG 還有Facebook 好謝謝大家 好我們下一個板店見 Bye Let's go I can't breathe I'm waiting for the exhale Talk my pain with my wishes in a wishing well Stay